最新消息 美国疫情吃紧 特朗普竟然宣布对中国部分商品加税25% 并签署台北法案接连对华打出两级重拳 又和图谋特朗普的扭宁坐台 只能够为发动对华金融战肇事 2月开春 中国疫情很不明朗 有学者建议中国股市推迟开始暂停交易 想必就是识破了美国的金融战的剂量 春节后 中国股市开盘大跌 还是没有阻挡灰犀牛的发生 好在我们的底盘够硬中国股市稳住了 中央开会做出抗议指示最后一条是稳定外资 人们似乎嗅到了再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场的暗战 正由于此美国打响了甩锅仗 最先竟然是央视某名嘴跳出来鼓噪中国道歉 紧接着美国那边就有动作了 美国记者在节目中要求中国道歉 然后特朗普公然的在推特中称中国病毒 美国嫁祸于中国 这个锅中国不背也背不起 美国持举不仅混淆视听 更是对中国的降维打击 这不仅是一场宣传战 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 对中国伤害极大中国病毒的紧箍症一旦套上 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就是不合法 还别说什么民主复兴 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中国的扩大开放就会沦为世界笑柄 反革命 并歇 找舆论 美国的甩锅仗 瞄准的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 把你搞臭了 你的资本乖乖的到我这边来 美国人没想到赵立坚的反戈一击 把美国打得措手不及 随着美国的疫情影响加大 美国股市就像是一个股占的气球 突然被戳了一个洞 先后市区垄断 美元之产下的魂飞魄散 市处寻找避风港 必然有大量的资金会云入中国股市 这是金融学的基本常识 和以前一样 如果资金大量的云入到股市和楼市 必然会再一次的推高中国股市和楼市泡沫 在股市高位抽升 中国已经有两次雪的教训 这次不会再上当了 全球化不仅是商品的全球化 中国的金融与货币 当然也要加速云入世界 不然的话 永远的处于被动防御的局面 但其实中国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敌人进攻 我们不再使手互出 为了在金融及货币全球化上赢得一席之地 中国要学会集中兵力 打歼灭战 全球股市大翻盘 十万亿美元蒸发 除了黄金美债 等避险资产以外 中国的债券通 横通出市 英国金融时报称 中国规模达13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 这成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避难所 虽然美国国债券价格创新高 但收益率也创令市新低 中国债券收益率已高于美国债两个百分点 这个近九年来的最大差距 二月份受中国债券被纳入全球基准指数的推动 海外投资者向中国债券市场投入了107亿美元 三月份美股市去垄断 全球股市一片哀嚎 购买中国债券的势头猛争 额外的收益和美债关联度不高 使得中国债券在新冠传播的环境中 尤其具有吸引力 可见中国债券对世界资本市场 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 撼动了美国以美债为主的资本市场的霸主地位 这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美国的金融高边疆 已经围困不了中国了 这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债券走入世界资本市场 是中国反击美国金融战的一颗炸弹 其实招有学者构下 现在中国终于亮剑 为挽救美国股市 美联储已经宣布无期限的宽松 美国还要投入2万亿美元救济市场 这个钱哪里来 只能靠发债了 前提就是得找到美债的买入 现在大量的资金沿入到中国国债市场 美国岂能上把甘休 特朗普口端上说不再称中国病毒 但是在居其峰会 国务卿蓬佩奥 使要中国病毒不发 不惜最后 风暴套摊 时髦造之心 路人皆知 在联合国 美国也力推要让中国病毒建筑决议 美国真是急了 对抗疫并不是十分上心 唯独中国才是大事 不照中国病毒的歪理 美国如何举起替天行道的大气 更让人眼花缭乱的是 美国在这个时候对中国商品加税 原因就是 中国寄出了金融大杀器 再劝通 美国加税是为了逼迫 人民币贬值 只有贬值 才能减小中国商品出口损失 疫情爆发以来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1.10% 但是相对于债市收益差额 投资人民币债券还是有赚投 美国想逼迫人民币贬值 以此来抵消中国债券的收益 进而促使投资者抛售人民币资产 这个时候 美国再打出组合拳 签署台北法案 意在紧张地缘形势 配合美国的金融政策 美国隐隐一息 能在趋势增长 特朗普看似小丑 坟场作戏 不知道闷骗了多少善良的中国人 其实他心如明镜 有些人对阴谋论不屑一顾 岂不知虚伪狡诈 权谋单道 才是真实的西方 中国每前进一步都有巨大的阻碍 加入相逢 圆者胜 硬着头皮 中国也要往上顶 无论是美国学术节 舆论节 还是中国学术节 舆论节 都有这样的声音 就是美方的一些看法认为 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是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忽悠 为的是争取战略时间 中方的一些看法 则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是中方的一厢情愿 中国将会被美国忽悠 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到底是彼此的战略忽悠 还是彼此未来的出路呢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以下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我认为直接回答都是错误的 因为新型大国关系 既是中美之间的博弈进程 也是中美彼此的现实需要 其结果也不是现在可以确定的 未来 如果双方避免了修失敌的陷阱 就是出路 如果无法避免 最终导致双方关系决裂 就是忽悠 如果成了 也不能说彼此之间没有忽悠 因为在博弈的过程中 必能存在彼此的忽悠 如果不成 也不能只说是一方忽悠了另一方 而是彼此忽悠 高下折看彼此的智慧勇气 并不能够以简单的忽悠来涵盖 之所以说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的博弈还是美国 彼此展开对一看 对这几国家都是风险大于机会 对中国来说 现在处于完成伟大复兴 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最后关键阶段 与美国进行对抗 很多东西都要推倒或暂停 这会大大的影响国家的发展 甚至会引发世界大战 因此中国提出的这一战略构想 无论最终怎么样 现实中都是给中国争取了战略时间 所以这么选择在战略层面 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对美国来说 以中国现在的活力 只要中国迫于美国的压力 一心和美国进行对抗 美国彻底的制服 中国的可能性为零 其结局只有一个世界大乱 乱的结果是什么 美国现在的霸权体系 大概率会因此崩溃 因为在中美权力对抗期间 考虑到欧亚大陆 现在的主导者主要仍是美国 那么欧盟俄罗斯为了争取 欧亚大陆更多的权力 必然尝试美在欧亚大陆上的战略利益 譬如中东的权力格局 欧洲的控制权等 前几年欧俄一度的开始谈判 就是想甩掉美国 如果中美直接对抗 美欧岂不是将联手 尝试美国的战略利益吗 美无法承受这一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美国在彻底的制服 欧罗斯收复欧盟前 与中国为敌 无一等于自我终结世界霸权体系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 不想与美国为敌 所以给彼此提出了一个出路 美国现阶段不想与中国赌国运 所以同意了中国的建议 以增加中美关系的弹性 这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达成共识后 双方又不断决力 形成了当前现状的命运所在 感谢观看